我抓到妹妹的時候 她已經是自知貪亂 我發現她的鼻子跟眼睛 都一直冒白色的泡沫 然後救護車來了 就把我的平安骨拿下來 我想說我既然不能幫她 不知道生命有沒有辦法 幫她的那種心態 我把護身骨摔在她脖子 然後上那個救護車之後 我才離開 把妹妹救上來 不知道她活了 就有鬆一口氣 但是又覺得她很可憐 她清醒以後 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接受她脖子 那對婦女在我旁邊玩 然後我有聽到妹妹的尖叫跟哭聲 所以我有注意到她們 然後我看到爸爸過去 服游泳圈了 我想說爸爸都過去了 我就想說天也暗了 浪越來越大了 我就暗暗了 然後我轉頭看 結果她們沒有回來 已經飄到警戒線外面了 我趕快找救生員 因為我看那個救生員出去救爸爸的時候 然後我一直問說還有一個女兒 還有一個女兒在那邊有沒有救到 然後有一個其中一個男生 她那著望遠鏡在看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女生 她說沒有沒有看到 後來我發現那個小妹妹原本做的游泳圈已經打翻了 我就很緊張 我就說妹妹一定要找到妹妹還在裡面 然後好像沒有人理我 然後我就自己往海裡走 後來我看到海裡面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但是妹妹穿紅色的泳衣 然後我就趕快往那邊游 我那時候想法只是想說 我一定要趕快抓到她 我抓到妹妹的時候 她已經是四肢貪亂 然後身體都不會動了 我180我站起來 我游回來踩得到底的時候 我站起來 我想要讓她離開水 我站起來 水大概在我下巴 然後我讓她不要再碰到水 我發現她的鼻子跟眼睛 都一直冒白色的泡沫 然後我報上案的時候 我找不到救生員 因為全部的救生員 跟後來來的醫護車 醫護人員都在爸爸那邊 我就問說誰會急救 然後有一個女生 跟我說她會 她有相關經驗 我就給她 然後我轉頭跟我妹說 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那個女生 就一直幫妹妹洗皮 一直到她水吐出來了 我才突然覺得 我的胃好像頭緊了 我身體好像快沒力了 我才躺在大餐休息 那現在這個事情 哪一個事情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